杜岳生和戴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小日本为何任其摆布 话说杜岳生为了营救被76号抓捕的吴开仙 巧失小计让日本的两大特务机关 松机关和梅机关掐起来了 可是虽然他俩掐的挺厉害 但吴开仙还是没救出来 杜岳生只好命人再想办法 正当杜岳生为营救吴开仙倾尽全力 绞尽脑汁这时候 统一委员会的另一位重要人物蒋博成 也让小日本给抓了 蒋博成被抓主要是由于他的身体不好 让敌人给钻了空子 蒋博成自从奉命前往上海领导地下工作之后 就特别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像他这样的重庆中央外援 日本人自然非常重视 从他一来就被列为了上海的第一号通缉对象 不过蒋博成的姓名身份住所全都经常更换 所以汪伟特工和日本宪兵根本就摸不着他的踪迹 1944年蒋博成突发脑血管破裂症 治疗之后需要静养 可是他媳妇面对着大上海的灯红酒绿 根本就耐不住冷清和寂寞 总是想到热闹的地方去转转 结果他这一转就转出事 让汪伟特务给盯上了 蒋博成的媳妇以前是个平剧演员 他喜欢逛街听戏看电影 反正就是不爱大家的哀望 本身呢 他的这种行为作风 就对蒋博成的隐蔽战线工作十分不利 好在过去蒋博成能管住他 可是现在蒋博成病老了 管不了他这败家媳妇了 这回这老娘们可算是撒了花了 天天打扮的是花枝招展呐 出去玩去 一天刚刚安排完工作的蒋博成 正躺在床上休息呢 日本县兵就尾随着他媳妇找到了这里 这帮日本鬼子几乎没费什么劲 就把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蒋博成给逮捕了 知道这个消息的杜月生啊 差点没当场崩溃 本来一个吴开仙就够他受的了 现在又来个蒋博成 这可咋救啊 于是他不得不又开启了不眠不休的工作模式 一天数十份电报通过他的秘密电台 发往上海 发动所有他能想到的关系 来营救吴开仙和蒋博成二人 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不理解了 说这俩人真就那么重要吗 杜月生为啥非救不可呢 哎 辛苦您受累 给老关点赞收藏小红花走一步 支持一下老关 老关呢 这就往下白话 为啥杜月生非救他俩不可呀 这可不是因为杜月生少 而是因为吴开仙和蒋博成二人都是统一委员会在上海的最高领导 他们身上牵扯着许多的政治机密 若是被日本人和汪伟利用了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其实咱再退一步说 他俩要是能确定宁死不屈还行 主要大伙的都怕他俩屈啊 可是虽然杜月生已经拼尽了全力 但他派出去的门生故救却都没有任何收获 这回杜月生也有点抓瞎了 吴开仙和蒋博成陆续被捕后 在上海直接负责营救的是杜月生的两大干将 万墨林和徐蔡成 这俩人虽然能力出动 但要从76号把重刑犯救出来 那谈何容易呀 当然了 他们在杜老板手底下这些年那也不是白混的 他俩现在虽然没有办法让76号放人 但是却把手伸进了76号的内部 通过他们买通的特务 先把吴开仙他们的命给保住 然后他俩又开始着手调查吴开仙 蒋博成被捕的最高指挥官到底是谁 不查不要紧呢 一查下一票 原来这件事幕后的策划者竟然是汪精卫和侵华日军的高级将领野村中将 蒋博成是在病中被捕的 日本人为了从他口中套出有用的消息 动用了各种手段 不料蒋博成很硬气 你爱咋咋地就是一问三不知 蒋博成的身体也正是因为这个 让日本人给彻底折磨垮掉了 他半身瘫痪言语不清 而且再也没有康复的可能了 吴开仙刚入狱的时候也很有骨气 他与头尾的上海特工区长陈公树也是老相识 见陈公树当了汉奸 为了嘲讽他还继续称呼他为陈区长 给陈公树叫得很没面子 吴开仙还曾经两次企图自杀以保全明捷 不过都被看守人员给阻止了 后来76号的特务头子李世群 派了吴开仙的两位老朋友前来游说 也就是从那刻开始 吴开仙的思想慢慢发生了转变 李世群一看有门就直接告诉吴开仙 日本人已经表态了 你的路只有两条 要么死要么降 吴开仙经过两次自杀未遂之后 已经没有勇气去死了 不过投降了会有什么后果 他也是心知肚明啊 于是他就开始跟李世群打起了太极 想尽办法尽可能的拖延时间 万墨林和徐太成通过眼线得知了 蒋博成和吴开仙在狱中的情况 眼线告诉他们说呀 蒋博成身体不佳 性命危在旦夕 而吴开仙已经有了叛变的打算 万墨林二人知道 这眼线说的无论哪条都非常危险 于是他们赶紧把这个情况就报告给了杜月生 从那以后啊 杜月生发往上海的电报更勤了 万墨林和徐太成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他们知道 现在想要救出这俩人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从野村中将那做文章了 徐太成先是找到了野村的一位老朋友 上野村那去说情去 结果呢 这野村老倦了 根本就没给面子 就在徐太成一筹莫展的时候 万墨林这头却似乎有了眉目啊 万墨林是杜月生在上海的全权代表 也就是说 他几乎能领导所有在上海的都市门徒 因此在消息灵通这一块 他要说排第二 没有人敢说排第一 他通过关系 打探到了一个野村的家事 就是野村他老伴并不喜欢待在中国 他经常表示想要滚回日本去 野村他老伴有个女佣叫松下方子 是他从日本带来的 恰好松下方子在一次外出时 被街头的两个小流氓调戏 正好万墨林的手下的弟兄啊 就把他给救了 从那以后 这个松下方子就经常来到恩人万墨林的家里边拜访 还和万墨林的老伴交上了朋友 为了营救大计啊 万墨林决定从这个日本女佣身上下手 于是他们两口啊 一起做通了松下方子的工作 然后把一套十分名贵的手势交给了他 让他帮忙啊 转交给野村夫人 结果没成想 野村他老伴根本就管不了野村 所以啊 这万墨林这头也没好使 还白搭了一套名贵的手势 就在万墨林和徐采成抓心脑干苦无良策的时候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变化 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太平洋战争刚爆发时 日军的攻势非常凶猛 可不到半年 形势就发生了逆转 1932年6月 日军在中途岛惨迈 8月7日 美军从瓜岛登陆 与日军展开了长达六个月的争夺战 从那以后啊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主动权 就算彻底丧失了 1944年7月 日本东条英机内阁倒台 日本政府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政策 也随之发生了转变 8月 日本新成立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 对外政策 以斡旋德苏和解 及对重庆进行政治工作为中心课题 这就标志着日本与重庆的敌对关系 已经彻底发生了变化 同时 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表明了 日本人已经不再看好汪精卫政权了 他们打算直接加强对蒋介石的诱和活动 此时 由于日本的形势不好 野村中将也开始努力向重庆国民党方面表示友好了 于是野村通过夫人 再通过女佣向万墨林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 说是只要重庆愿意和谈 释放吴开仙和蒋博城不成问题 万墨林听完后 很快就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了杜月生 这么大个事 杜月生自己肯定是不敢做主啊 于是他找来了陈立夫 戴力等几位国民党的重要人物一起商量 经过一番探讨之后 他们都觉得 日本人的条件可以接受 虽然代价比较大 但能救出吴开仙人呢 也不算吃亏 最主要的是国际形势一直在变 现在虽然和日本人达成协议了 但是以后情况一变 这协议那咱们不是也可以不执行吗 于是啊 营救工作在经历了多方奔走无效之后 杜月生等人跟小日本进行了一场秘密的交易 他们答应了日本人的和谈条件 把吴开仙和蒋博城给换了回来 当然了 既然答应了和谈 就得做戏做全套嘛 蒋博城因为身受重伤 释放之后啊 就找地方疗养上去了 而吴开仙被释放后 则是假么假事的 当上了和谈的使者 据说还是日本人派专机 把他给送回的重庆 看来这小日本人脑瓜子 确实是不咋会怪玩 让杜月生和戴力给卖了 还帮人家数钱呢 后来据说重庆的报纸啊 还非常幽默的揭露了 吴开仙的丑刑 报上说了 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 在沦陷地区给敌人俘虏后 居然能坐敌人的飞机逃回来 敢问国民党同志 做何感想呢